身无分文被侯府赶出来 冻得快死的时候 一个凶悍的君汉把我捡回了家 他不嫌弃我是个唱戏的藏花败柳 我也不冷戴他亡妻留下的病弱柚子 一家三口就这样平淡地过 可有一天 妓子不小心惹到侯府最受宠的小公子 面对我的哀求维护 小公子眼眶通红 狠狠道 好 你舍不得他跪 那就你跪 烧灯节 京城处处燃起流花式的焰火 麦炳的刘婶急匆匆敲响我家的门 十二娘 顾不得取下判驳三两步到院门前 还未询问仔细 刘婶一把拉住我就往向外小跑 东大街四通八达 两侧九楼瓦舍 横中架桥 穿梭着杂耍喷火的乐人 我气喘吁吁 在大桥尽头 看到文荣戴的灰青小帽 桥头助立一架豪华车马 护卫家丁气势非凡 文荣被一个肩上立着猎损的护卫 抓住衣襟 他纤细纹弱的手指紧紧拽着什么 就是不肯放 一字一句 倔强道 不给 这是我娘给我求的平安符 车帘里的小公子声音稚嫩却冷漠 说谎 他下令 阿大 拧断他的脖子 话音落 那名幻阿大的护卫面无表情就要抬手 不要 我冲上去 搂住文荣 知道这是不能惹的贵人 便始终低着头 卑微哀求 小爷 不知这孩子如何冲撞了你 奴代他给你赔不是了 车内寂静了半刻 似乎有人掀开帘子 一道炽热的目光死死盯住我 而我头低得更深了 那身份高贵的小公子轻声问 你要带他赔不是 你是他的谁啊 我回答 是母亲 小公子不知为何生气 怒笑反问 好 赔不是 站着赔吗 我立刻反应过来 跪下对他磕头 用力 有响声 这是我从前习惯了的 那些高高在上的贵人一生气 低微的我就只能这样 我不觉得耻辱 因为唯有如此才会平安活下来 可文荣吓坏了 他不是爱哭的性子 此刻却大哭着要抱我起来 娘 娘你不要这样 我错了 都是我的错 奇怪的是 那小公子好像也愣住了 我才跪着磕了两下 护卫便慌不迭把我扯起来 但雪地掩藏的碎石头 还是磕破了我的鹅脚 粘稠的血流下来 模糊了眼睛 所以我一直没看清那小公子的脸 见他们不再为难 我牵过抽气不止的文荣 低谋走下桥 四下安静极了 风平平吹过 落下冰凉细雪 谁知身后那架车马内秃 勿响起一个男人清雅的叹息 雪太大 进来吧 听到这个声音 我原本无风无浪的心猛然停滞 连落在脸上的雪 也变成针尖 秘密的疼 这时我回头 才看清那车上悬挂的灯笼字样 招北侯府 离开那里太久 久到我险些以为 自己已经能够无动于衷了 但七匪的名头 谁听了不心惊 一旦西市的形台有风吹草动 世人不用打听便知 又是招北侯在清洗他的政敌了 此人全是滔天 手段很辣 在女色方面 却自持的怪异 正直壮年 府里只有一位青梅竹马的正妻 哪怕妻子无法生育 她也不纳妾 然而 某天有个低贱的月女 却怀上了妻匪的孩子 所有人都认为 是月女贪恋富贵 用下作手段才得到辞子 结果侯爷并不在乎月女 只让她生下孩子 便把她关在深院 无名无分 后来 不知月女触碰了侯爷什么底线 在一个寒冬腊月 被扔出府 险些冻死 那个月女 就是我 如果不是寻成的赵仲 在墙下发现我 带我回家 给我衣食 我绝技活不到今天 整整两年 妻匪都没有想起她丢弃的 那个无关紧要的女人 如今陡然撞上 我心里惧怕得紧 要我亲自下来请你吗 隔着车门 妻匪温和问道 我知道 这人越温和 便是越在压制怒意 四下望去 无人能救我和文荣 除了从命 再无他法 于是我敏锦纯 带着茫然的文荣上了车 车内熏香富裕温暖 乍然如春 妻匪宽袍大长 身边坐着和她眉眼相似的小少年 单凭外貌 谁也不能把兄弟二字 扣在这父子身上 我和文荣衣衫朴素 居紧坐在对面 我额上还狼狈凝着血迹 妻匪看着我 好像我这样 全然是咎由自取 她问 知道疼了吗 我不说话 抬袖用力擦脸 文荣皱眉 拿出我给她袖的帕子 跪指几倍 轻轻帮我擦 这母子子笑的场面 让小狮子气躁冷笑出声 她忍不住说 你对个野种也这样 可见母亲说你得无品行 天生下贱不是虚言 这种话 当年在侯府 我听得多了 七兆生下来 便养在迪姆宁安县主身边 一向是我为耻 我被关在偏院 每每熬灯苦袖 一针一线做出鞋子 护膝 连着从小袋的护身符 也摘下来 脱膜膜转交给七兆 终究是自己的骨肉 怎能不牵念 但她从来不肯见我 把那些东西通通搅烂 让人从墙头扔了回来 那一刻 我望着满地狼急 想 大抵亲生 有时总抵不过恩养 我没什么反应 谁知文蓉憋红了眼 冲七兆大声颤抖道 我娘才不下见 我连忙捂住文蓉的嘴 她委屈望着我 泪珠子趴打滚落 你没自己的娘吗 再乱叫信 不信我割了你的舌头 七兆亲身 过来威胁 七匪冷眼训斥 赵 七兆气愤难平坐回去 侧过头 没想到吃了这些苦 你还是不改 七匪面无表情望向我 既然如此 我也不必看在这儿的份上 接你回府给你名分了 这事放过我了 外面护卫寿令打开车门 七匪说 你踏出这一步 往后哪怕三跪九扣 我也不会心软 我还以为七匪又要来折磨我 没想到只是来说这些莫名的话 看起来 他要彻底和我划清界限 我心里甚至如是重负起来 于是我赶紧拉住文蓉下车 低头扶了扶身 从始至终没有说一句话 走了几步 身后似乎模糊 有人慌神唤我 但风雪太急 我忙着赶路便当作没有听见了 照重这半月在城外军营换房 所以家里只有我和文蓉两人 油灯的火苗拉长 将一大一小两个影子投在墙上 文蓉显得闷闷不乐 细致为我涂好商药后 便抱着膝盖坐在窗边 风吹窗指 哗哗作响 会着凉的 我走过去 伸手关上窗 文蓉抬头 黑白分明的大眼睛 有强忍的泪 他哽咽问我 他们是不是要把您抢走 我说不会 文蓉显得不相信 我笑着 文蓉摇头 您那么好 给我煎药 教我读书 爹把你带回来 我才体会到有娘的温暖 您总觉得我是小孩子 很多事不懂 但我分得轻好坏 今日那些人虽锦衣加深 宝马香车 本根却是坏了的 娘 您不要跟他们走 您清清白白一个好人 不要被他们玷污了去 从前所有人都说我低贱 进侯府都是脏了门户 连我的亲儿子也这样认为 只有赵仲和文蓉不同 赵仲把衣衫不整的我带回家 不顾外人侧目 毅然对我明媚正取 一个人好不好 不是看人的出身 听流言蜚语 而是要用心去辩 那晚他看我气息炎炎 躺在学里 手里有好心人施舍的半个馒头 却不吃 尽数分给了身边的小企 他说 那一刻 我就觉得你很好 鼻血还要干净 而文蓉 听着这小小孩童的清明话语 我大为惊讶 学堂先生常夸文蓉读书有灵性 还夸要将来必能登科入汉林 可他在我面前一直都不爱多话 或许是因为他年幼师母 不出一句闲话的闷葫芦 所以很多心事 他都藏在心里 直到今天 诈逢此男 他好像一下子从内心的围墙里走出来 样子还是孩童的样子 心却比一些庸俗的大人还看得透 我感到欣慰 摸了摸他乌黑柔软的发顶 我们荣儿将来一定有出息 文蓉认真睁大眼 点头保证 我一定出息 让娘封封光光 我笑了 在此之前 平安长大就好 文蓉破涕而笑 抬起手 击掌为事 娘要永远陪在我和爹身边 墙上的影子温柔晃动 两只手轻轻相靠 原来世上没有血缘的人 也能牵连出一段不仁舍去的挂碍 最近常有侯府的人在院外徘徊 留审看见 忐忑缩回头 别是文蓉上次得罪了贵人 要来找你母子俩麻烦吧 我也不明白 那晚七妃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七少看我目光虽然愤恨 但也不至于纠缠不放 心里不安 我晚上欲发将门锁紧 文蓉去学堂也亲自接送 起初 侯府的两个女史上门 好生好气 道 世子自从见了娘子 回去就病了 稀里糊涂叫你的名字 夫人不忍 想请娘子去侯府探望探望 七少从来都不认我这个娘 怎么可能撕恋我 想着那位和七妃一样面柔心狠的县主夫人 后背就像有蛇在冷冷地爬 早年在侯府 宁安县主便视我为眼中钉 我生下七少后 被关在偏院的四年 他明里暗里多少次想悄悄置我于死地 若不是守门的老摩摩 有几分善念 我怕是连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我下定决心与侯府划分界限 摇摇头拒绝了女史 贵府有的是名医良药 奴身份卑微 恐不宜接近世子 后头几天 女史连续来 我也如此回复 到最后 深更半夜 女史慌忙忙来敲门 看上去是真急了 娘子就去一趟吧 世子死活不肯喝药 已经烧两日了 他可是娘子你亲生的呀 真是奇了 我又不是什么灵丹妙药 七妃和县主那么多手段 让一个小孩子乖乖喝药 难道不是轻而易举 我本想刻刻气气回绝 谁知女史 看向我身后 被动静吵醒 揉着眼睛跟出来的文容 语气一转 娘子既知道 不能得罪侯府 难道就不怕世子有什么闪失 侯爷和夫人 怪罪在某些人身上吗 我疏然拧眉 不敢拿文容冒险 想了想 对女史点点头 等一会 我回神牵过文容 走到右门邻居家 很不好意思叫醒了刘婶 请她明早帮忙照顾一下文容 刘婶睡眼朦胧虚着 往我身后看了一眼 侯府威吓的车马 把她下一击灵 她忙点头 也不敢多问 走前 我细细嘱咐了文容一番 她揪住我袖边 神情不安 我柔声道 娘命日就回来 文容失落嗡了一声 看着我的背影 在雪光下越来越远 没想到 女史的话不是虚言 七兆病得不轻 屋外围着不少大夫 走进内室 隔着屏风 听见县主柔声细语哄 赵儿你听话 好不好 另一边 七匪沉声道 再喂不下去 就直接灌 县主称怒 哪有这样对小孩子的 话音落 女史带着我穿过屏风 屋里静了一瞬 县主坐在床边 浑身滑跪 上下轻飘飘打凉了我一眼 真是菩萨难请呀 七匪手称倚靠 有些疲惫 温生对县主说 你也累了几天 回去歇息吧 照顾孩子是妾的本分 妾不累 县主柔婉笑着 七匪脸眸 白白手 虽然依旧温和 鞭筋拆 鸟鸟起身 走过我身边 十顿了一下 目光隐晦 犹如刀刃 屋内人走得差不多 床边耀腕徐续冒着热气 七匪看我处在屏风边 狭长眼眸轻眯 他要我哄七兆喝药 可我过去 七兆只是把头埋在被褥里 一声不吭 七匪肢骨不耐烦捏想 怎么哄你养在外头的那个小子 就怎么哄你儿子 有那么难吗 话虽如此 然而我面对七兆 却怎么也哄不出口 大抵因为他父亲从前是我的主子 而他也把我当奴婢 于是说出来的话干巴巴 端着药碗劝道 柿子 粮药苦口 被子猛然掀开 七兆气冲冲瞪着我 小脸通红 僵持半赏 他满不情愿凑过来 喂我呀 要还没碰到嘴 他抱怨烫 要我吹 抿一口 他叫苦 要含蜜糖 磨磨蹭蹭 一小碗要喝了大半天 还是文荣乖 再难喝的药忧都不吭声 见这祖宗消停了 我松了口气 心想能在天明时回家了 七兆却要我唱童谣 哄他睡觉 我说不会 他反驳 以前你都给我唱过 七匪若有所思看过来 我心里一紧 那时七兆三岁落水生病 我关在偏院 按七匪的命令不能外出 但我实在担忧 便偷偷爬墙出来 摔得腿一瘸一拐 隔着窗 县主敷衍让女史照料七兆 自己走了个过场便离开了 谁知女史在外头熬药打瞌睡 七兆烧得糊涂 险些翻到火盆里 我吓了一跳 悄悄进去 七兆睡不安稳 我便小声唱歌哄他 那也是我唯一一次能够抱他 没想到七兆竟然记得 我眼眸撒谎 柿子记错人了 奴士不能进主院的 见我推三组四不情愿 七兆狠狠推了我一把 不愿意就滚 谁稀罕 事发突然 我没防备 人连着碗一起摔在地上 掌心称地 扎进一手碎瓷扎子 血流不止 这两年在兆仲身边 我没那么能忍了 下意识抽气 疼得差点流泪 七兆 七匪起身 眼神灵力 七兆似乎被吓住 无措望着我手上的血 七匪把我扶起来 扶身就要把我抱在膝上 给我止血 我忙隔开距离 胡乱扯出秀怕暗在掌心 说 不劳侯业 只是小伤 不疼 奴自己回家弄就好 气氛陡然凝滞 僵持了片刻 七匪扯唇 神情不明放开了我 他是多骄傲的人 不会开口挽留我 天蒙蒙亮时 我如愿出了猴府 一路上 马车奔得飞快 有些碎瓷太细 飘得我冒冷汗 到了家 我还庆幸 此刻文荣已早早去学堂 不必为我又受伤而难过 结果一转眼就看到 赵仲已在门边 高大身躯立在陈辉中 风尘仆仆还未卸戎装 他一声不吭抱起我 往家走 受伤的手搭在他肩膀 开始痛 我眼眶泛红 轻轻将头埋在他怀里 窗外的雾慢慢散 看着赵仲半跪在地 给我重新包扎 我怕忍不住哭 便转移注意 问他 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换房的事完了吗 赵仲沉默了一会 说他们东郊大营的兵 近来可能要编到宿宁关 宿宁 东郊大营 一直是京军四位之首 拱卫皇城必不可少 怎地突然改制到西北去 赵仲讳莫如深 其中涉及朝廷要事 他不好对我说明 只说此事或与七匪有关 但我略微琢磨 倒也猜得八九不离时 陛下年幼纪委 深受七匪扶持操纵 屡屡在收揽大权时捉襟见肘 如今陛下青春正盛 北帝又有齐王暗中支持 很可能想从边境军权上 开始对七匪进行削弱 赵仲担心的倒不是这些 按规矩 他这等军事往北驻扎 是可以随行携带家眷 但西北条件差 黄沙漫天 他怕我和文荣不习惯 若把我们留在京城 赵仲看着我手上和额上的伤 浓眉紧锁 我知道他担忧什么 告诉他 一家人总是要在一起的 西北再苦 有他护着我 我不怕 赵仲深深望着我 忽然斩臂 把我紧紧抱住 坚实宽阔的胸膛 沉沉发出低闷的声音 对不住 娶我时许诺的安稳富贵 他没有说到做到 我摇头 若没有他 我早死在了两年前的血液 是他给了我一余能遮蔽风雪 不会害怕被赶走的家 如此就够了 傍晚文荣知道 我们一家人会一起去西北 他高兴 急了 日期还没定 便急忙翻箱倒柜 嘀咕着要带哪些书去 和邻里玩伴在外面分别时也开朗道 爹娘和我要走了 日后我不能帮你罚抄书了 我轻轻笑 走出去 想叫他回来吃饭 身后忽然被人扯住袖口 我差一回头 早春落幕的傍晚 七兆指着单一偷跑出府 头上还有草屑 听到文荣的话 苍白着脸 病得泛红的眼睛里 隐隐含着水光 你要去哪 不知道七兆是怎么躲过侯府的层层护卫 都没了一只 我有些为难 他还病着 站不稳 摔在我怀里 也不好立刻叫马车送回去 赵仲听到动静出来 七兆敌视望着他 赵仲没什么表情 伸手过来 我先把他抱进去 走开 虚弱成这样 七兆还死活 不肯让赵仲碰 还是文荣在旁边板着脸 说 你懂点事吧 娘的手受伤了 抱不动你 七兆身体一僵 垂头从我怀里起来 揪住我衣摆 闷声 我自己走 朝中风波不断 七匪忙着稳固权柄 县主派人来接七兆 奈何这小霸王 除了七匪的话 谁也不听 他拖着并不肯好 在我家赖着不走 院子里侯府送来的东西越来越多 全是七兆平日玩的务实 本来还跟来一群女使嬷嬷 七兆嫌烦 统统轰走 文荣闷闷不乐 话比平常更少 七兆霸占我时间 要我喂药 文荣就经常挑灯夜读 我做了元宵 让文荣吃了早睡觉 要考学 也要保重身体 功夫不是一蹴而就的 慢慢来 文荣问我 娘 我们什么时候走 赵仲在门外擦刀 瞥来一眼 我还没开口 七兆在里间喊头晕 看似平静的氛围下 暗暗汹涌着波涛 一日 赵仲当职出去 我在厨房 忽然听到七兆哭 小院里 文荣倔强握紧拳头 脸侧有划痕 七兆则攥着金像圈 扯住文荣的平安符 你为什么非要跟我抢 我和你话还不成吗 文荣只骨泛白 不退让 固执道 我的 给我 七兆凶巴巴挂着泪去抢 我上前 隔开两人 弯腰查看文荣脸上的伤 文荣无声委屈望着我 七兆生气 来拉我 那个福本来 就是你给我的 我拿回来有什么错 三番五次胡闹 我已疲惫至极 转身躲开手 轻声道 给你的那眉 早就被你剪坏了 你忘了吗 七兆似乎眼睛一酸 哽咽道 可你也不能给别人 他执拗重复 我不要的你 也不能给别人 他还一口一声文荣是野种 没娘就来抢别人的娘 满口脏话 令人刺耳 我失望脸眸 看着他 你在侯府 到底有没有人叫 院门被推开 吱咽一声 来人语气不善 我儿子如何 还轮不到某些 无品行的人智慧 七匪财下早朝 身上还穿着工服 紫袍玉带 站在梅树下 清俊无比 一领寒无比 就是这副皮像 让曾经的我误以为 他和别的打官贵人不一样 那时 他在齐王府见到我 清瘦文雅的君子 懂乐曲 因我紧张弹错皮排音 回首轻笑 见我衣衫单薄 动得瑟瑟发抖 他拖下大肠 问我的名字行地 罗双双 家中排十二 我怯声声回答 他笑 眉目流光婉转 无端怜悯似的 十二娘 他这样唤我 愿不愿跟我走 他这样问我 我望着他伸过来的手 以为这便是我一生的归宿了 结果到了侯府 他一改柔和态度 半是威胁半是诱哄 要我做齐王府和他之间的棋子 就这样 我被推出去 在齐王来联络时 假意投诚 传了许多真假不明的消息 后来齐王被七匪整倒 就翻去了北地 我也就没用了 孩子是他被人下药 神志不清才有的 他是个多疑的人 由此认为 齐王暗中和我勾连 才是他栽这个坑 两年前县主伪造证据 说发现 从前我和齐王往来的信件 七匪勃然大怒 静止把我从床踏脱到大街上 一头散发 光着脚孤立 受视人冷眼指点 他们一口一声说我没有品行 可我翻来覆去自行 也不明白自己错在哪里 如今七匪再次屁腻而逝 我却不像从前那样无措了 我忍住退缩的本能 握紧文荣的手 指示他 说到底 我有没有品行 也轮不到侯爷馆 忽而有风赞起 吹落片片白霉 如一场落不尽的残雪 七匪目光定在我身上 久久地 没有说话 半晌后 他面无表情开口 七兆 过来 七兆有些怕 也有些迟除 揪住我衣袖不动 滚过来 七匪加重语气 七兆一抖 挪不过去 被七匪拽住 往外大步走 七兆亮呛了一下 回头望我 我没有看他 默默垂头 安抚摸了摸文荣紧张的脸 兆重回来得越来越晚 眉间凝重 官家执意想在明面上 削喉府军权 调东大营去宿宁的事 在朝廷争执不休 七匪这些年的党宇遍及上下 亭一刚开始 就有一堆磕道官跳出来 以此事不合组织 扰乱军心为由 逼得陛下迟迟不能断译 京城的天怕要变了 外面雪停了 无风 静默化着雪 街上被人踩得泥泞脏屋 我去学堂街文荣的路上 看到兵士抓了不少穿阑珊的书生 文荣从学堂出来 在门口弯腰拜别过先生 看见我 眼眸微亮 跑着过来 他牵住我的手 边走边说 先生最近要停学几日 我问为何 文荣摇头晃脑 引用先生的话 先生说 君子在野 小人在位 是以官家要倾斜逆 素王丰 此正是无备良才 朕必为主奋呼的时候 文荣有些困惑 娘 您说先生到底要去干嘛呢 脚下的雪越踩越污浊 湿了斜面 我宁神看向远处 皇宫大内的方向 有成群黑漆漆的鸟 远飞 消失在薄乌混沌的暮色下 去尽一个读书人的本分 学成文武艺 或与帝王家 然后住在检测 昭如日星 自古读书人都是这样坚信 至死不休 文荣仰头看我 娘知道的真的好多 从前也有先生教吗 我垂眸 眼底有浅浅明光闪烁 有人叫 不是先生 而是父亲 和这些命薄原谦的读书人一样的 父亲 这日 家里来了不速之客 不大的庭院 几个黑衣护卫 挡在一个戴冬帽的男子身前 照重拔刀出鞘 眉眼森寒 我牵着文荣 在门前顿步 陌生男子白手 让护卫退下 东茂夏的薄唇青钩 十二娘 你这挑丈夫的眼光 将何日下呀 我知道 这一天终于到来 从前总是胆战心惊 真到此时 反倒平静 殿下 东茂夏抬起一双深沉的眼 正是齐王 关上门 齐王坐在桌前 举目打亮着屋内 摸着卑鄙的手清缓 他叹 当初你若听我的话 站对位置 何至于被七肥赶出来 他也真够狠的 你怎么也为他生了个孩子不是 我垂下眼皮去着指尖 不语 你不说话 好 我不也拐弯抹角 装着可怜你 齐王扯起一抹淡笑 十二娘 你在京城也看得明 七匪李倒台 也就差一把火了 越到此时 齐王的眼线 越发难接近七匪 他要我借着与七肇的母子关系 潜入书房 替他藏些东西 想来那东西 便是能让七匪引火烧身的罪证 只有你 才能让这把火烧得漂亮 齐王摊开手 眼中闪着残忍的愉悦 我看着他 摇头 当年我没做过的事 现在也不会做 齐王屈臂 撑着下河 拥懒道 当年是当年 十二娘 你也吃过苦头了 难道不恨他吗 从我明白 自己为棋子的那一刻 就再不相信 这些上位者的轻言细语 齐王把我从最陈家眷的名单里放出来 是恩 嗯 我会报 所以我答应 为他成为月女 帮他在达官显贵中周旋 七匪带我到侯府 起初也放下身段 陪我过了一段堪称温情的日子 齐王失利后 七匪投桃报李 替我挡了齐王的报复 一盘只有利益纠缠的棋局 只有输赢 怎么谈得上恨呢 见我犹言不尽 齐王眉风一领 森森道 别忘了 是我把你从鬼门关救回来 我静静望着他 殿下也别忘了 我们一家是为了你 才踏进鬼门关 茶杯里的水荡漾 齐王一正 曾经齐王还是太子 秉性刚烈 作风狂妄 稍有不慎便给阎官留下口饼 父亲作为东宫属臣 屡次劝谏 呕心沥血为他谋划 只因齐王会是未来的君 可齐王不改 在党争中遭人陷害 牵扯尽谋逆的大罪 先帝杀他的念头都动了 千军一发之际 是父亲站了出来 把手足无措的齐王护在身后 揽过所有罪责 当头处必死在殿上 我们一家因此满门覆灭 父亲一生都寄希望 齐王走君子道 成为贤主 殿下当时没有做到 如今心有不甘搅动风云 又能如何 齐匪竟然以为官家眼中钉 被天下读书人所诟病 他在那个高位 终究立不了太久 而齐王 我直言 再多的诡诀心计 阴谋手段 殿下你也做不成天子了 茶杯致地 四分五裂 齐王面色阴沉站起身 拂袖而走 到门口时 他停步 侧了侧脸 你好自为之 说完他猛然推开门走出去 冷冽边谷的寒风刮进 吹乱我病发 心难平 眼见与齐匪有关的人 渐渐都遭了牵连 我让赵仲带着文荣回家相避一避 他们不走 我拿着包袱推赵仲 他亏然不动 我着急跺脚 走呀 要走一起走 赵仲握住我手腕 他不知道我的身世 若在这场风波中揭露 绝对会连累他们父子 你不明白 我摇头勤泪 从前我 从前如何我不管 我只管你现在 赵仲坚定道 双双 你说过 我们一家人总要在一起的 他是个秉性刚毅的汉子 寡言少语 不会哄人 但一字一句都睁睁 你是我的妻 我照重在无用 也不做抛妻求安的懦夫 文荣更是死死抱住我的腰不放 但祸事终究来临了 积蓄多年力量的陛下 一朝发难 朝廷这些年 被妻匪压迫的官员纷纷上书 不管是不是妻匪所做 通通将恶事扣在他身上 而妻匪手里驻扎边境的北军 不知为何也没有动静 一时大厦将清 妻匪被夺军权 禁闭府邸 京城到处都是天子鹰犬 席卷大官小官的宅邸 搜寻七匪勾结朝臣的罪证 风声鹤立下 我知道不能再与赵仲父子僵持 在一个没有月光的黑夜 我答应和他们走 街上幽静 足音踩在青石板 哒哒地响 喘息 小跑 墙上映着慌乱的影子 直到来到码头 岸边停着一架熟悉的马车 身形高大的护卫肩上 静默站立一只猎损 赵仲挡在我面前 手紧踢握住刀柄 马车里是七兆的声音 平淡 听不出情绪 爹吩咐过了 送你们走 阿大会保护你们 护卫朝我攻紧抱拳 看气势 显然是一位死士 安稳走到船上 我脑子里乱糟糟 看着岸上孤零零的马车 心中漠然声腾一丝说不清的情绪 虽然世人都认为 侯府要完了 可其实我总觉得 七匪不可能输 他那么心狠的一个人 交出的儿子也和他一样 我现在应该头也不回地离开 才算彻底与他们父子一刀两断 但也就是那一刻的一点迟疑 一点心乱 我跑下船 赵仲和文荣惊恶在后面唤我 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想的 只是凭本能 跑到马车边 点脚掀开车帘 朝礼伸手 这儿 跟我一起走 七兆正愣望着我 如同刚开始在桥头重逢 马车里还坐着七匪 他从来轻贵的模样消瘦了 显得吐落败 他没有说话 沉静注视我 七兆望我的眼 有泪 有悔 但他轻轻摇头 手小心放在我身上 往外推 车帘颓然垂落 这次 小少年依然下令 阿大 带他走 西宁九年的春天 注定不平凡 对于天子 他剪除全臣羽翼 收回全饼 大刀阔斧 将击毙已久的朝廷重新清洗 让天下寒门也能有一席之地 年轻的天子 年轻的朝臣 年轻的江山 朝阳续生 盛世可叛 而对于七匪 身为输家 他被挤去曾经光耀半生的荣华 锒铛入狱 天子念他数年 为国镇守边疆之功 免家人连坐 赐他赌酒 七匪给家人留了后路 却不想县主受不了一招富贵贬落 沦为庶人 在七匪就敌的追杀逃亡的路上 贤祭子累赘 将祭子抛于半路 结果马儿受惊 坠下悬崖 县主尸骨不存 啪 一生惊唐木 说书人感叹摇头 一招马死黄金进 想那赫赫扬扬一带公猴 也不过坟山上的一颇黄土 穷尽半生追求的玉宇穷楼 最终也成了回不了头的艰难险阻 这人是啊 真如梦幻泡影 如垫覆如露 客栈喝彩声 此起彼伏 我默默放下茶钱 起身离开 外面天光静明 赵仲和文荣等在前面 赵仲抱着刀 温柔看向我 文荣抱着书 笑着来牵我 娘 我们回家 脚下的阴影往后退 我往前 嗯 回家了 番外 三月春围 贡院门前张贴明榜 诸位橘子引颈而忘 或心或叹 果然 又是赵文荣 他已连中了两元了吧 是啊 哎 他人呢 这可不得请去酒楼喝一杯 早走了 给他娘抱喜兴去了 人群闹热 最边上有个青瘦橘子仰头 静静看了会儿那张名榜 脸眸悄然离去 那橘子形容病弱 左边腿似有不足 走起来肩膀一高一低 但若凑近看 谁都会惊艳于那双农利领涵的眼睛 客栈的人只知道 他随母亲姓罗 家乡在江南 性情孤僻 也没个家人朋友来往 小二看着他回来 笑问 哥可中了 橘子上楼 半张脸在昏暗阴影里 没说中 也没说不中 只是淡淡疏离笑了下 小二看着他背影消失在二楼 纳闷摇头 嘀咕 真是个怪人 天色转晚 小二忙了一天 忽然想起 没给二楼那橘子送饭 他懊恼拍头 急忙端了饭菜上去 不一会 他又惊慌跑下楼 风风火火请来大夫 老大夫给那气息奄奄的 橘子枕了半赏脉 沉默摇头 此人患病已久 非一朝一夕 能称到如今 已是强弩之末 小二送走大夫 站在橘子身边 看他瘦淋淋的脸庞 看面相 何该是个富贵公子哥才对 怎的落到这样的下场 小二叹息 心里怜悯 见橘子忽然一动 头侧向窗 便凑前轻声问 哥 可有什么要说的 橘子愣愣睁眼 窗外有风声 他哑声问 下雪了吗 打开窗 果真下雪了 道春寒 漫天的桃花雪 小二呐喊 正想惊讶回答 橘子已闭上眼 呼吸浅浅 看上去睡着了 小二不想打扰 轻手轻脚出去眼上门 屋子里 静得只有风吹细雪的声音 橘子浑身冰冷 紧闭双眼 喃喃低声 娘 再给我唱一唱那只歌谣 哄我睡觉吧 这一次 他梦里的阿娘没有拒绝 抱着他轻轻摇晃 低柔妙音 无浓软雨 月光堂堂 照见汪洋 小浓娃娃 快睡觉 好长大 长大渡过汪洋水 早归家